在团队里面肯定是两种人都需要 也需要这种高情商的 也需要特别低情商 但是有创造力的 你属于哪种 我是属于 二者兼有 确实没有什么太多的创造力 不是你有一绝招啊 你给领导安排一顿吃的 这个还真没有 这个还真没有 我的领导到退休了 说 我有句话 我跟你没有说过 我当你这么长时间领导 你吃了这么多好吃的地方 从来没带过我 我在任上的时候也不好意思说 我说行 我给你安排一顿 保证让你吃的特别开心的 结果发现他也不是特别喜欢吃 是因为 你老是巨腐蚀永不得 不是不是 因为人跟人的口味的差异 其实是蛮大的 我问你方舟 咱不说对领导 有的时候感觉跟领导拍马屁搞好关系 这好像有功利的色彩 你觉得讨好人开心吗 开心 我用两个 就是不能算绝招吧 就是给新手也可以学的入门级的讨好 我觉得还挺有用的 一个是因为我之前都在日本 就跟日本人学的 对方说什么 你其实也不觉得有怎么一样 但是就 然后就陷入了 表示感兴趣 然后就陷入了沉思 你知道吗 就是因为大部分人 身有体会的感觉 大部分人他其实不知道怎么回应 又怕说错了 你就 就表示在思考 还有一个我觉得挺挥用的 这是智商不高的人的好情商 还有一个我觉得 我觉得无论跟谁说 对方都觉得 就是你是这个世界上唯一懂他的人 特别管用 这个就是 你要配合表情啊 对对对 举例说明 怎么能让别人觉得你懂 就是这句 只要说这句话 我觉得对方肯定觉得 你是这个世界上最懂他的人 但要配合表情 就是说 就是说这个 世界上说自己孤独的人很多 但是我看你 才是真正的孤独吧 嗯 是是是 杀张力在哪 所有人都觉得 哎呀 就是说到我心坎里去了 就这个我觉得 就是零基础 这个是 新教学和算命的干的事 对 你看我为什么问他这个问题啊 就是我感觉啊 就是说 我从拍马屁出身 对吧 就是说 哎 好像呢 我觉得拍马屁啊 它是一种修行 不是什么 到最后 拍马屁出身 不是 您听我说 我这话说的有点快 就是说 早年间 我是个脸特别冷的人 就是面摊一样 就见面对人啊 就没有笑容 所以很多人觉得 我这个好像看表面不好接近 我觉得这个挺不好 对吧 哎 当然有时候求人点事 求人的时候反倒不会拍 就说不出来 但是呢 我倒是后来发现呢 你看我交往的朋友啊 往往都是像马爷这样 就岁数大一些的人 后来我就发现 我们一起吃饭的时候 我有时候就跟我这个老哥哥讲啊 我说怎么咱们这帮人在一块 都他们互相吹捧啊 哎 他讲的就很有意思 他说因为我们都岁数大了 就成熟了大家 所以呢 就是互相间讲的都是好话 哎 我觉得我一开头 可能有点违心 觉得见人面啊 这就是 得人家好 但是你知道 当你在拍别人的时候 这个外在的行为 也在慢慢改变你的习惯 这是人类的甜心 动物的甜心 你最后熟籍而留了之后啊 我就说 哎 你真的成了一个什么人呢 眼里非常敏感 一见这个人 就看到别人的好 哎 小青最近瘦了 甚至我看不到小青的不好 这是菩萨的境界 那么就是 就是 现在对我来说像条件反射一样 一见一个人 你让我挑他缺点 我反而得想一想 但是呢 先是看到别人好 只是见到别人的好 哎 实现了内在的退化 我觉得你这个可能 心态还是比较老 我太年轻了 哈哈 你见了 知道我们那个圈子 是以相互 这个 对 挖苦 对 包括刚见面的朋友 经常的有 来吃顿饭 说我犯了什么错误的 为什么要跟你们吃饭 半道走啊 这种情况都有 比如说饭局上最多的说的是星座 说 哟 你金牛座 好啊 探菜好色不要脸 哈哈 哎呀 你是双鱼啊 哎呀 双鱼好 双鱼 人渣星座嘛 人渣里的战斗渣嘛 就是别人 别的星座是以 以德服人 你们是以缺德服人的 白羊座 长个脑袋就是为了显高 对 哎呀 白羊座 你就应该找一个天蝎座的 生个羊蝎鹅 基本上是这样 就 所以我 我现在知道 我们为什么没朋友 你还是年轻人 这是 这是另一路 是吗 这是另一路 马爷他们当年是属于 夸人能夸趴下的 那 那 对 不是 人的本质上是愿意听好话的 你再怎么说 中年逆耳 谁听逆耳的 不是很舒服 除非特别理智的人 那时候我们 因为作家都是这样 所有 因为我那时候 当编辑接触都是作家 作家都是心里比较孤傲的 大部分作家 瞧人家都不如自个儿 对吧 这正常 这正常吧 但太不正常了 因为一堆作家都在一块 要怎么办呢 就互相恭维 挖坑 我原来说过 刘振云最会挖坑 挖王硕的坑 王老师 小说写的非常的不错 王老师说不行 写不了 写不好写不好 过去了 每天吃中饭 因为吃饭都在 那时候做笔会 都在食堂里吃 那时候食堂也没说 像现在都是摆上席 就是一人一份端在一起 第二天 同样的话还说 说王老师 确实我觉得你小说写的好 王老师说真的写的不好 第三天 还是这样的话 王老师 我是真信的话 你的小说写的是真好 刘老师还有一个绝招 他先说 小刘觉得你写的正好 这也太虚伪了 他后来学了 把自己名字说出来 然后 然后王硕第三天就说 我是觉得我小说写的不错 你在我在桌子上呢 刘振云就当场就把脸翻过来 对我说一般人最多就扛住三天 王硕就扛住第三天 对吧 让人恭维的 那这就朋友之间开玩笑了 那这种恭维呢 有一阵很恶俗 后来这个恶俗变成一个社会风潮 就互相之间称老师 对啊 现在不就是这样吧 像谁见谁都是老师 我现在特别不习惯 一个什么小女孩过来以后 说这是什么老师 他从这个社会这种普及上讲 中国的所有的称谓都世俗啊 就越来越恶俗 我特别不习惯 人家随便叫我什么我都不在意 叫我老师就老师 其实按照过去的说法 就是张先生李先生 这样就已经变成一个尊称了 叫老师干嘛 老师一定是我要教给你什么 有人没法教给你东西 您说这个啊 就是说 就说拍马屁 我那发言 这拍马屁这个词 从哪来的 那天我研究了一下 从这个元朝 蒙古族征服了这片土地 然后呢 就说这个蒙古族人当时就划分嘛 这他蒙古人是第一等的人 北方汉人才算第三等 南方汉人就到 四目人 对到第四等嘛 所以呢 就要讨好蒙古人 那蒙古人之间呢 他们是马上民族 蒙古人之间表达互相尊重的 有个方式 就是互相啊 拍拍对方的马屁股 就表示尊敬 或者说呢 蒙古人有这习惯 见着你骑着马 就拍着马屁股 夸夸你的马 就表示是在夸你这个人 然后呢 就为奴的这个汉人 他想讨好蒙古人 哎 就到处不管你骑的是好马坏马 马是马是驴就拍 所以据说拍马屁这个词啊 是从这么来的